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参议院 共和党已经成功获得了50个席位 而民主党截止到现在只获得了38席 因为51席参议院就等于是获胜 所以CNN当时就宣布 共和党成功地捍卫了在参议院的状况 参议院的地位 也就成为了它控制参议院 英国人如果讲叫上院 在这个民在这个这个众议院选举当中呢 同一个时间在 它显示出来 共和党控制139席 获得139席 民主党获得了137席 但现在呢 因为时差的原因 剩下的州呢 都是美国西部的州 比较大的就是这个 最大就是这个加州 所以加州呢 是民主党相当传统的州 我在今天另外节目中介绍了 所以这是CNN认为 很多预测认为呢 这个民主党可能会控制 成功地控制这个众议院 当然你现在的竞争的过程 还得等着时间的流失的过程 因为不好说 在当时 我印象在20 在这个两年前美国大选的时候 才也有这个时差的问题 所以当时认为呢 也认为这个川普不能获胜 很多在评论当中 也是在跟美国西部有关系 结果最后美国西部 出现了一些很 令人称认一表的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看到一个比较新的状况 另外一个呢 在美国政议院出现了一个 在密西根州 出现了一个 在当今世界当中 最具争议的一种宗教 是个女的 这个人42岁 她是民主党人 叫做特布莱 在密西根州的第13选区 胜出了 所以她这是一个在 这是在美国历史当中很少有的 而在川普上任之后呢 对该宗教呢 有相当激烈的一些评价 所以我不好说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但这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比较要争议的 就是克鲁兹 德州的参议员 他将会获得连任 克鲁兹 克鲁兹获得连任 这是我没有 我没有注意在 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的新闻报道 说这次参议院的选举 应该是 应该是最昂贵的 那比较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刚才介绍在天大西州呢 比较著名的歌手 女歌手泰勒 她在直接在该州来宣传 希望能够这个民主党获胜 那因为这种歌手呢 在推特上 在这个Facebook上影响很大 我注意到她在推特上呢 她发的推文呢 大概有90多万人呢 来这个转推和这个like 就是表示喜欢 但是呢 她并没有成功的在 天大西州呢 击退这个原来的参议院当中的 共和党人 也就是说 她的助选 为民主党的助选呢 基本上是失败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最新的内容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内容 那另外在这个 我注意到在昨天助选的时候 就是 川普最后助选的时候 在她的一个 可能是在天大 就在天大西州 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场面 在她进行集会的过程中呢 当时现场有一个人 突然晕厥了 就是是个女士 突然晕厥了 晕厥之后 这件事情因为是发生在当时的 当时的现场嘛 在她晕厥之后呢 川普在现场的演讲 终止了八分钟 她当时呢 有段录像视频网上有 她当时让 就跟厂上说 谁是医生 谁是医生 请过来帮忙 那就看有一些医生过去了 因为现场她有几万人 医生过去了 然后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也过去了 前后八分钟 那医生在现场 在救助这个人 中间呢 有着相当的一段 就是沉默了 大家相当的一段沉默了 结果到视频的最后的时候呢 有人唱起了这个 在宗教当中 有人唱起了宗教的歌曲 叫英文 中文叫奇异恩典 是西方相当著名的赞美诗 因为我不会唱 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歌声之后呢 我听起来就很熟悉 当现场有人唱起了这个 奇异恩典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 这个信仰色彩的歌曲之后呢 川普适宜呢 全场为这个 全场为这个人来 来唱这首歌 祈求 那是祈求神的一种祝福了 这是祈求神的一种祝福 所以这是 在现场非常感动的一个场面 围绕着川普有很多大大小小 与神 就是他在不同的环境中 祈求神的概念 祈求神的概念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视频 那同时呢 我们知道在6号呢 推特上有另外一个视频 我希望我能找到 习近平在上海参加进博会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访民 成功地拦截了习近平的车队 有人拍下了视频 同样是中美两个国家元首 同样面对着一个普通民众 我们看到他们的遭遇是迥然不同的 我先来看看 管理很续 请你 我再次提醒你 请你 让我们 We have plenty of time, right? Thank you, Doctor.Take your time, Doctor. Take your time, Doctor.Take your time.Relax.Take your time.Thank you.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righ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t was really something.I want to just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way you behaved.That was beautiful.And at the end was beautiful.Amazing grace.Thank you very much.That was beautiful. Hopefully she'll be okay.Hopefully she'll be okay.Hopefully. Oh, st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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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川普第一次在正式的这种 你叫政治活动也好 叫什么样活动也好 他以他个人的信仰 对神的信仰 在公众的环境中 以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 带领公众 以祈祷的概念 来面对他所面对的一切的这种困境 在阿波罗网站登了 有过一段有关川普 捍卫神信仰当中 自由当中的一些做法 我的宗教信仰价值观 是母亲灌输给我的 这是川普自己明确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上教堂 神在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 一直都是存在的 一直存在的 美国国务院首次举行了 今年首届叫做 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这是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一而再而再而三的在美国提醒 我们不崇拜政府 我们应该崇拜神 我们应该崇拜神 在有关崇拜神的概念当中 比较著名的就是在去年 2017年9月份 超级飓风埃马 将要袭击 这个美国佛州 佛罗里达州 这个事情是相当惊人的 这是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事件 预计当时将成为 美国历史当中 最具有破坏力的风暴 飓风 它当时我印象很深 它标到了五级 所以在埃马 在埃马登陆前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 在电视新闻上直接祈求 全美国人民 为佛州祈祷 佛州老百姓祈祷 而同时间呢 在当时在大卫营休假的 这个川普 大卫营是他的应该是夏天的这个休假地 他当时内阁人员都在 结果川普带领内阁人员 为加州 为这个佛州的人祈祷 希望能够 能够获得神的这种保护 在当时非常奇怪 在后来埃马 飓风呢突然变转向 它中心离开了这个人口密集的迈阿密 转到了佛州西部沿海登陆 而且风速减小了 原来预计的海水倒灌 竟然没有出现 而且整个出现了 反而出现了叫海水消失 海床裸露的奇观的概念 那个概念 我印象当时看它的风暴 直接冲向佛罗里达州的最南端 迈阿密直接顶着去 结果在后来 它突然是这么转向 顺着海岸线转向 这么往上走了 往北走了 那个是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刻的 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关川普本身呢 各种神迹都有 我们现在正在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怎么说呢 正在进行美国中期选举 对吧 参议院已经被共和党获胜了 那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竞选 一个预言的说法 是台湾 是香港人预言的 他认为 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会有奇迹出现 在最后的结果的时候 川普将出现 川普的共和党出现 奇迹般的一种逆转 压倒性的战胜共和党 战胜民主党 参议院已经OK了 那中医院会不会出现这个场面呢 因为我正在做节目 所以我们又看到后来在北京的12点时候 这个结果 但是最终的结果 但是最终的结果 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出现 最终的结果还要等一会儿出现 但确实有这种预言 预言说奇迹般的 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 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那众议院的获胜呢 对其实我们不管 其他众议院会怎么样 在等结果 但参议院获胜之后呢 对中国的影响是 我以为就是 是不愿意看到 对习近平这种战略豪赌而言 是不愿意看到 原因就是 参议院被共和党持续控制 就代表着川普本身 川普本身 他的对共对华 对中共的这种强硬政策的贯彻呢 在美国的政坛当中的阻力呢 起码出现了巨大的减少 就是这种波动性 持续性增加 波动性减少 而首先 对中共的强硬政策 已经达到两党共识 也从 在过去时间里 同样在众议院参议院 也都获得共识 这是大家意识到的 而且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争持过程中呢 从来没有针对中国问题 中共的问题发生过争持 它都是在国内的问题上发生争持 而不是外交问题上 不是贸易战的问题上 这个大家要明确 所以就大家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有一个特点很清楚 在昨天 习定 这个在昨天 由彭博社推拿出的 这个叫新兴论坛 新市场论坛 王岐山去了 而这个论坛会本来是在北京 应该在北京举行 结果呢 北京竟然说太繁忙 没有地方 没时间 推迟到明年 而参加会议的人呢 全是川普的反对派 全是坚决反对川普的人 而北京却故意回避 把他推出去 就是说 习近平根本不愿意得罪川普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得罪川普 而彭博却执意在这个时间 在新加坡 要在大这个投票前 在新加坡召开 来影响今天我们看到的 美国的政策 来影响选民的态度 而他新市场论坛 他的时间点去影响 但新市场论坛 他触及到的呢 是触及到的这个国际贸易 贸易战的问题 触及到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 可是呢 可显而易见 在这个问题上呢 在美国的政党当中 差距很小 就是说争持很小 争持很小 所以当川普在 当美国共和党 依然保持在参议院的 参议院的这个 多数票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已经 最大的可能 就是就目前状况 川普 习近平对 美国中期选举的豪赌 已经输了多一半 已经输了多一半了 所以这个结论 是完全可以看到 即使众议院 被民主党拿过去的话 他只能说 无法 只能说 去阻扰 干涉 川普的某些行为 川普的某些做法 但是呢 他根本不能 在对中共问题上 他不会出现 绝对性的改变 也就是反过来说 习近平想利用中期大选 来改变 来左右影响 有关中美贸易战 中美之间冲突 根本性冲突的 这个想法 基本上是破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